好,我们今天的讲座开始 这个是我们每周的每周一次,每周一的中文讲座 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等一下我来把那个 屏幕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关于工资保护项目贷款豁免的信息的一些更新 然后呢,在第二部分呢,我们再讲一下税务结构的选择 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个税务结构的选择呢 待会儿大家也会知道,这两个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课题 就是相互是有关系的 就像我们以前的讲座一样,我们都是做个最新的更新 根据最新的这个信息,我们做更新 这样保持我们的这个讲座信息都是及时的 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公司呢 是communitycp.com 这是我们的网页 和我们的电话号码 是515-288-3188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个之后跟我们联系 然后呢,我们的讲座 以前是每周一个小时 周一下午三点嘛 开始,以前是一个小时 现在我们改成了半个小时的 这样的话 就是信息我们争取把它做得更紧凑一些 这样大家 对大家来说也省一点时间 对我们来说也省一点时间 好,我这个讲座呢 还是由我本人 就是姓侯 是博士大学教授 然后我呢,现在在communitycpa这里工作 所以我的电邮是steve atcommunitycpa.com 还有另外一位同事 董博先生 他是会计师 会计硕士 然后注册会计师 也就是英文的cpa 他的电邮是boe 后面是一样的communitycpa.com 然后我们的电话号码呢 也是515-288-3188 是我们有三个办公室 在德门因 在Iocity 还有在明尼 明州那里也有一个办公室 我们两个人就是 共同准备 然后讲的话 我们有是分讲 然后有时候是互相补助答疑 回答问题 那么今天呢 是我来主讲 这个法轮文医标准的免责声明了 就是因为这个讲座是 是为客户和社区提供的免费服务 虽然我们都是认真准备 收集最新的材料 但是呢 因为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跟踪大家谁来听 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通知到你 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只是供大家参考 而我们没有办法负任和责任的 当然如果您没有时间这个跟踪这些变化的话 需要我们来为您服务的话 那么就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将很荣幸为您服务 如果您是我们的客户呢 当然我们一定会 能够跟踪到所有的这个各种进展 所以我们会为您提供最有效 最好的服务 而我们会计师事务所呢 在提供几个方面的服务 就是会计就是平常做账的 那么税务方面呢就报税 然后还做审计 那么有些政府的或者其他一些目的 会做一些审计的要求 那么我们这里也有自己的律师 所以也有法律方面的服务 所以大家可以随时和跟我们联系 515-288-30188 我们今天讲的第一部分呢 是关于工资保护项目 是如何得到豁免的 这方面有什么更新的信息更新 那么回顾一下 那工资保护项目呢 就英文就PPP 就是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首先这个最大的贷款的数额呢 是你们公司就是这个生意 整个公司不是说某个人 而是整个公司这个月平均工资的2.5倍 也就是说两个半月的工资 这个用途呢是有些限制的 实际上说有很大限制的 那么主要是要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的 当然这个员工工资费用呢 不光是包括他给他们发的那个金额部分 也包括呢给员工上的健康保险啊 或者有退休金项目的话 那么就是像那个包括给大家付的退休金 那么有一小部分呢 可以用于支付啊房租 或者如果你们公司的这个地产是买下来的 那么房贷的这个利息部分啊 不是房贷的本金部分 房贷的利息部分 当然还有其他的水电费 那么这些呢水电啊 那个也没其网络和电话 这是PPP的基本信息 那么在5月15号的时候呢 SBA这个小企业管理局 就是他们这是政府的部门 专门管理这个PPP项目的 他们呢就是发出了这个最新的 也很比较全的一个规定 就是怎么来申请这个PPP的全额豁免 那么下面再简单的重复一下 就是这个要求如何得到全部豁免呢 首先这个在拿到贷款之后的8周 要把这个拿到的这个PPP的款 全部花完 而且呢这个当然有要求的至少75% 就是不少于75%呢要用在工资费用上 前面已经提到工资费用 包括这个给员工付的医疗保险和退休金 那么工资费用的话 那么你可以是在法定的8周之内花完 法定8周值就是从拿到贷款之日起的8周 或者呢是工资结算8周 如果你们是每两周或者每一周做一次工资结算的话 那么正好为了方便计算给大家一个8周 就工资结算的8周也可以 然后其余小部分剩余部分可以用于支付房租等等的 那么这个这部分的话是一定要在这法定8周之内花完的 那么但还有些两个别的要求就是除了怎么花钱之外 还有别的要求 那么这个因为他这个工资保护嘛 主要希望大家没有呃这个员工呃 你没有被解雇 然后呢员工的薪酬也没有受到损失 那么主要是这两个目的 那么所以8周的这个8周的这个员工数呢 要要求你恢复到这个疫情之前的那个员工人数 或者呢有个安全港规则 因为这个以前我们都讲比较详细的讲过 所以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就讲的很简单的了 所以这细节就不讲了 那么还有一个要求呢 就是给员工的减薪呢不能太多 如果你是因为疫情影响大家 所以减一点薪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能减太多 那么呃以上的这些要求呢 违反任何一条都将导致有一部分呢不能豁免 当然那个以前说过不能豁免的部分呢 也不情况也不糟糕 对你来说还是比较合算的 因为不能豁免的部分呢 它就转成了低息贷款 年息只有1% 然后呢给你两年时间还清 那么今天有什么更新呢 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更新的 所以我这更新是打了引号的 可能很多人听说过了 说好像政府已经通过说是把八周延长了 其实呢这个还不确实 那么现在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个国会议案的这个进展 国会有两院 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 众议院已经通过了新的条款了 就是这个八周可以延到24周 而且呢这个花用于工资的比例呢 也从75%降到了60% 但是参议院呢还没有表决 而且参议院这个提案呢是4月29号就已经在那里了 但一直到现在已经到6月初了 还没有表决 所以呢我们并不能确定参议院什么时候表决 只有两院都表决了 而且统一了 这两院的这个提案还必须统一了 那个时候才有可能拿到那个总统那里去签字 成为法案 还有才能成为正式 在这个两院通过统一版本 总统签字之前 那么这所有的大家听到的关于这个新条款呢 都只能说是传说或者说只是提案 而不是这个正式的法律 所以我们不能够依靠这些这些传说 或者说才在进行中的提案来做决定的 所以呢 那么这个这个两院呢提案目前是不一样的 给众议院的更宽容一点 参议院呢这个提案呢 还没有表决的提案呢 那这个是没有那个众议院那么那么宽松 那么参议院呢基本就是只能给你把八周延长到16周 那众议院是说可以延长到24周 那么最后如果统一起来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只能延到这个八周了 哎 而且那个参议院呢说即使八周还是说只是如果你PPP 是呃是总额是不超过五十万的 那么如果你的生意稍大一点比方有个几十个人呢 那么你也很有可能是超过五十万了 那么你像这种情况的话 那你就一定还得按照八周来计划呢 就就是呃 实际上就在没有这个规定 这个这个这些提案没有成为正式法律之前 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八周来计划 哎 否则的话如果最后提案不通过的话 呃 那么你八周已经完了 你没有办法补救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在正式提案之前 一定要按照八周来计划 如果你还有一些时间 大家可以稍等一等 看看这个提案呃 就特别是参议院这个提案 能不能那个比较快的这个也通过 OK 呃 那么小企业管理局SBA 他们呢 他们的规定还是呃 5月15号的那个规定 没有任何可以说是没有更新的吧 他们的官员已经表示说会有更新 呃 具体的更新内容呢 不确定 我想他们可能也是根据这个 这个国会有可能会通过新的提案 那么他们如果有新提案 不做这个正式成为法律之后 当然有变化嘛 当然他们的这个呃 规定呢 SBA的公议规定呢 为了执行这个法律 他们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OK 但这个再重复一遍 所有这些在成为法律之前 都只能说是呃 传说 所以呢 不能够依靠这些东西来做决定 一定要按照呃 以前就是5月15号 呃 这个那个规定的八周来做计划 呃 如果你在4月初就已经拿到了这个PPP的话 因为4月3号可以大概是第一天可以开始申请 那么有些人比较行动比较快的可能4月初已经拿到了PPP 那么现在呢 八周已经都满了 也就是说理论上说你已经可以开始去申请豁免了 那么呃 申请豁免什么时候开始可以什么可以去做呢 那么当然前面讲了就八周结束就可以开始申请了 但是呢呃 呃 因为提交这些文件的要求呢 他包括啊 不光是你们这里发支票走了的这些记录 还有包括这个你在联邦还有州政府那里做的工资报税 所以确实是你是按照工资发的 而不是说随便写了一张支票呃 呃 大家就全额都拿走了 既没有扣税也没有什么这些所以所以政府要确认 这些都给该正常的工资税该报的都报了 该交的就交了 所以呢他要求你一定要把政府联邦和州里那些跟工资税有关的这些报表啊 都要附上 证明你确实交了 也就确实是按照这个工资来这个处理的 那么才才会那个给你豁免 那么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因为工资报表的话一般是有至少有一部分是按照这个 呃 按照季度来报的 所以呢要到6月30号 这季度完了之后呢 才比较方便的 那么在这之前也不是不能报也可以报的 OK 所以我们就像我们这里也有经验知道怎么报 也可以帮大家做的 但是那个稍微 比那个过程稍微复杂一点 那么如果能等的话 那么就等到7月1号之后 但如果你比方现在已经完了 那还要等一个月的话 那你想早一点完事 那么就可以 现在也是可以处理的 哎 呃 那么呃 就是呃 这个申请呢 就是关于工资方面 呢 就除了你们这个 呃 大家这个写 呃 支票支出的话 这个除了支票 还有银行的这个证明之外 就是重要的就是要包括这个政府那里的报表 啊 呃 那么其他的 假如你付了这个呃 呃 贷款的利息了 还有付了房租了 或者付了水电什么之类的 嘛 那么这部分呢 你交的东西有两部分内容要交 一部分 是说你旧的账单 为什么要旧的账单呢 旧的账单 是证明你2月15号之前 就已经有 已经有这些服务了 水电的服务 或者已经租下来了 不是2月15号之后 你零 知道有这个PP了 你去临时租的 而在之前 你正常营业的时候 又已经租了 那么这是旧的一部分的单子 为什么 所以就像这个提到有2月份的水单 什么2月账单 什么之类 这主要是证明你旧的 然后呢 包括你在那么另一部分内容 就是你这八周 就确实你支付了这些账单了 那就是八周的这之类的账单 和支票的那个支付的这个证明 这些内容 因为以前都详细讲过 所以我们今天就比较快的过一下 OK 那么包括这个也是 我提醒大家一下 那么有很多材料呢 你是不需要都交的 就是支持你做这些计算的这些 这些材料 基本上都不需要交的 但是呢一定要保存 因为政府那个 可以有六年时间来审核你的 如果你被抽查到 你这些材料都已经没有了 没有保存 那么他政府就有可能有权拒绝你这个豁免 就是说明到时候是你得按照这个没有豁免 还得要还回去 而且还要交利息 这说不定还有罚款 所以呢这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材料保存好 按照六年时间 保存好 那么就是简单的PPP 关于PPP的更新呢 就简单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我再重复一下 其实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正式的更新 所以所有的这个东西还是按照5月15 目前还是按照5月15号的这个规定来执行 那么如果如果国会在下边几周之内通过了正式法案 就是把8周延长到更长时间了 那么我们会在每周的这个讲座里呢 会向大家更新 但在那个正式法案之前 大家一定要按照5月15号的这个规定 也就是8周来计划 那么PPP早 刚才提到最早的呢 大概4月初就有拿到的 那么晚一点呢 可能是5月下旬 或者像最近这几天刚刚拿到的 那么你有8周时间来花这个PPP 那么这个对很多人说不定已经已经结束 或者快很快要结束了 那么结束之后怎么办呢 那么你大家这个 现在美国政府在鼓励大家 其实各个州都在至少在部分的开放 要鼓励大家再重新开业 这样的话也不能总是关在家里 什么事都不做的 那么在大家在重新开业的时候 那么就借着这个机会呢 就可以考虑一下 那么你这个公司你的业生意呢 是不是要开始一个新的公司结构 就跟以前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或者你以前是不是有些什么地方不合理的 从你这个避免和减轻税则 这个不合理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要做的变化呢 大家应该可以考虑考虑这方面的东西 我们公司当然是这个税务计划 是我们的重大的也服务项目之一 所以我们这方面是比较有经验的了 那个目前呢 这个公司税法呢 并没有任何改变的 现在只是有各种各样的临时补助项目 实际上税法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税务计划呢 还是按照传统的税务计划方法来做 如果大家不是很熟悉 或者如果你已经熟悉了 那么我也跟大家再复习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看你的这个公司结构啊 有没有什么需要这个重新规划一下的 在现在要开业了 要重新开业了或者说 那么常用的这个税务结构呢 就是做生意的这个税务结构呢 就这么几样 那么就是一种是个人生意 有人把它叫做个人公司 实际上因为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司 所以我就是可能叫做个人生意 更准确一些 可以是S公司或者C公司 如果大家对这个名词不太熟悉的话 我等一下会具体讲一下的 或者呢说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的英文是Partnership OK 这就是个人生意是Soul Proprietorship S Corp C Corp 跟Partnership 那么这不管哪种方式 那么大家最主要的考虑呢 可能有两方面 一方面呢希望有一些法律保护 只要你生意做的失败了 或者说那个生意出了点意外 那么大家这个你个人的财产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那大家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因素第一 另外呢 这你什么样哪个结构 对你个人的税务方面是最有利 那么对你税务考虑呢 当然就有两方面都有可能的 因为你既然做生意嘛 就有可能赚了也有可能亏了 那么赚了的时候是对你哪种对你好 如果亏了哪种对你好 那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亏是假设行 那因为做生意是有这个风险的表现 今天这个疫情谁也没有想到 很多生意都这个大家都在这都在那个 也不能叫做挣扎吧 但是至少是现在有一点困难时期 在度过这样的一个困难时期 那么就是有可能会有些亏损 那么就亏损的时候呢 这个是哪种结构对你会有些帮助 然后呢 前面这四种 这四种就是常见的或者常用的这个公司税务结构 那么大家很多人听说过一个名字叫 LLC 翻成中文呢 就是有限责任公司 它叫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有限责任公司 那么这个算是哪一种呢 我为什么没有这个像列在上面呢 实际上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呢 从法律来说 它也是一个公司 OK 所以呢它会像S公司 C公司 和这个Partnership一样呢 会对你个人财产呢 提供相当大的保护的 那么税务上来说 那到底算哪一种呢 其实LLC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呢 不是一个税务的这个实体 就报税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去认上边这四种的认核之一 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呢 那要看你怎么选择怎么安排 也就是说你在成立了这个LLC之后呢 你可以根据哪个对你最有利呢 根据你的情况哪个最有利 来那个把它选择成上边四种之一 来报税 这就是根据你是盈利还是亏损 OK 这四种呢都是各有优缺点的 但总的来说 等会我们和一项一项讲的 我还会总结一下 但总的来说 我们不希望大家用这个个人生意这种方式来做的 OK 就一定需要是S公司 C公司或者合伙企业这样来做的 好 我们下边具体把这四项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首先这个一种就是第一种是个人生意 个人公司有些我前面提到有些人把它叫做个人公司 但它因为并不是一个公司 因为你并没有去正式注册一个公司 所以呢叫做个人公司是不准确的 所以你可以是一个人的公司 一个股东的公司 但你要去正式注册了才算是公司 那么你没有去正式注册的话 那只能叫个人生意 因为个人生意的话 你实际上做生意 也许你叫了一个什么什么饭店啊 或者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店 但是呢你实际上是以个人名义在做这个生意的 因为你没有去注册成一个公司的话 那么你就是在以个人名义在做生意 所以呢你所有的个人资产 个人财产呢都有风险 就是如果有人对你这个服务不满意 或者出了点什么故障 那么他就可以去起诉你的时候 那你整个就是你即使是没有不属于做生意部分的这个资产 也有可能变成了风险了 如果你以这种生意 以这种方式做生意的这个好处呢 是说它比较简单 你报税的时候呢 就是在个人报税的时候 加一个Schedule C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再做这个公司的报税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方式 所以而且这个如果盈利了 那么你的但是不好处在哪呢 这个如果盈利了 那么全部净收入呢都要按照工资税的标准来征税的 工资税实际上是这个可以在你各种收入里面 征税最高的了可以说是 相当于是所以呢是所谓工资税 我这没有跟你讲好好安空 征税你听着好像是一个中性词 实际上这个作为收入来说 这工资是比较高的收税标准了 如果是被动收入就是非工资的收入 一般来说呢是这个税率会稍微低一点 那么在亏损的时候呢这个Schedule C呢这个净亏损呢也对你会有些帮助 那么整个净亏损这个呢也可以抵消你的其他的那些工资的收入的 所以这个 所以个人生意也不是没有任何优点的 但他最大的问题 我想第一是从法律上是最大的问题 当然是个人财产都有风险了 那么还有呢就是净全部的收入呢 全部的净收入的话都是按照工资税 也就是比较高的一个标准来收税的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S公司 S公司呢这个S呢是英文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small的意思 small corporation就是小公司 那么股东人数呢是不能多于100个个人 OK这里不是重复了是100个个人 OK我为什么强调是个人呢 那么公司的股东呢本来是不是可以 也有时候可以是一个实体 比方说一个公司做另外一个公司的股东 但如果是S公司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 也就是说需要是个人 那么从法律上怎么成立S公司呢 那这个要一定要去注册 正式注册成一个公司就是corporation 或者呢注册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也就是LLC 那么在盈利的情况下的话 那么你这个对股东来说 一部分呢可以是发成工资 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可以相当于分红一样的 等价于分红吧 可能这个分红不一定是准确的这个翻译 就是英文叫distribution 分红这部分为什么会能够分出来会好呢 因为分红不属于工资收入 叫被动收入 这部分呢交的税少一点 那么亏损的时候呢 这个负分如果是你的负分红了 OK那么这负分红可以抵消工资收入 所以这个F这个corporation大家可以看出来呢 是基本上从法律上还有税务的盈利和亏损的各方面来考虑的话 大概都会有好处的 那么另外一种公司呢叫做C公司 C公司呢你把可以把C想象成capitalist 也有资本家的公司 那么从法律来说呢 这也是要成立corporation或者LLC 那么这个是独立于股东的一个实体 就跟Scorporation一样 所以这个是对你会有有保护的 法律上来说保护个人资产呢 那么在盈利的时候呢 就不是很好了 除了这个你股发给你分红 按照股利这个分红的话 会有一个双重止税收的问题 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这个公司 也不是没有任何好处 在你特别利润是很多很多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想办法做各种股东福利 来那个帮助你那个避税 那所以呢这个 所以把它叫C公司 实际上这个是总的来说是偏向于 这个资本家的 那么对亏损的时候呢 这个平常年报的时候 对大家没有那么多好处 但是最后公司关闭的时候 是还是可以对股对这个股东呢 也还是有好处的 所以这个C公司呢 也不是说不值得考虑 也是根据情况也是值得考虑的一种形式 那么还有一种合伙企业 就是Partnership 这个呢 从法律层面来说 也是要去正式注册的 OK 或者注册成Partnership 或者呢注册成LLC公司 那么LLC公司呢 就是完全独立于个人的 所以法律上是有保护的 那么作为一个注册成一个Partnership的话 那又要分这个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 那么有限合伙人来说是完全有保护的 普通合伙人呢 稍微多一点风险 再从法律上来说 那么从盈利和亏损的角度来说呢 这个合伙企业又分自雇和被动 那么特别自雇这部分的话 在盈利情况下也是不是很好的 跟个人公司一样是征税是比较高的 因为都是按照工资来征税的 好 那么咱们再回到前面这个表 大家总结一下 所以粗粗的看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S公司 一般的情况下来说 他应看他这对个人有法律保护 盈利的时候对你对股东是可以利用上的 那么亏损的时候也可以利用上 所以对大家都是有比较好的好处的 所以这个S公司呢 是一种比较推荐的方式 那么其他的呢 那个C公司 我这也是要根据情况 前面也大概提到了 不是说一点认为没有的 是根据情况 有些情况也是可以对大家有帮助的 那么如果大家需要 注册一个新公司 或者说更改现在的公司形式的话 那么基本的步骤的话 我倒回去一下 OK 所以我们已经基本上是 否掉了这个个人生意这种方式了 因为这个风险太大 做生意的话 自然都希望赚钱的嘛 但赚了钱 如果个人财产没有保护的话 有风险的话 那么这种风险是不值得去冒的 所以我们就不考虑这个个人生意 那么就是其他这种几种方式的话 都是要在州里边去正式注册的 你注册成corporation也好 LLC也好 或者partnership也好 在州里注册 联邦税务局呢 你申请税号 这样的话 你就有了一个独立于股东的 这样一个实体了 所以你个人从法律层面 是有一些保护了 那么在税务层面的话 那你要根据这个情况 是选择S公司或者C公司 当然也有一些情况 那么这个 就像partnership 那就是合伙企业呢 也是有些情况下可以会用到的 所以呢 这个大家 如果你不太清楚自己应该属于哪种 应该怎么决定的话 希望大家来找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帮助大家设计一下 OK 然后我们这个公司呢 差不多是每周一到周六 差不多每天下午三点 都在给大家提供各种讲座 中文呢就只有周一 其他时间呢 有英文的 还有别的语种的 包括这个越南 越南 越南语和这个西班牙语 当然也有英语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别的时间选择收看 然后我们的讲座呢 最后就都会放在网络上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页上找到最新的 www.communitypa.com 可以在我们的网页上找到最新的 更老一点的呢 我们是把它放在YouTube那里 大家可以到YouTube上去找到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统一联系 这个dianatcommunitypa.com 或者也可以寄给我们个人 我一开始提到了 就是我的电邮和那个董博先生的电邮 或者电话跟我们联系 515288 3188 然后这个我们营业时间是周一到周六的早八点半到晚五点半 那么谢谢大家收听 我现在看看有没有问题 我们可能时间关系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如果比较长的问题 我们就不一定回答了 来